在台中的一宗商圈的一棟大樓上無障的廁所 發現他們上面是寫紅字 先等了兩分鐘 發現說好像沒什麼動靜 那我想說我確認一下 我就敲一下門 欸!裡面回敲喔! 就在門口開始居等了十分鐘 因為我又不知道裡面對象是誰 他有可能真的是行動不變的人 我也想說會不會他怎麼了 所以我還是再敲一下 他又回敲 嗯!又有動靜 我說好!至少我確認你人沒事 開始有點受不了 所以我又再敲了一次 光等這個廁所就等了25分 突然間門打開了 一對男女 他們穿的校服是我高中的校服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 是學弟們很快的衝出來 然後離開 男的臉還這樣子很不爽這樣子 很不爽這樣出來 所以我就確定 他們肯定在裡面做了一些事情 不要在無障礙廁所裡面打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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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我們去無障礙廁所的時候 第一個問題會是都要等很久 有時候可以不用等啦 可是大部分情況還是要等 無障礙廁所 無障礙廁所 它其實也不太好找 除非像什麼捷運站啊 這種地方 可是如果說你出門在外 在室外的時候 有些地方沒有設置 對就算設置了 它不一定是符合的規格 我們先來講講 為什麼我們有時候等廁所會那麼久 遇到很多是 我覺得它看起來就是一般的民眾 但是它會使用 而且會用的比較久 那我們今天就是先不討論說 那些可能真的需要的朋友 因為當然無障礙廁所 不是只有 身障礙會使用 可能有一些他們 剛好受傷 腳步方便 或者是像老人家 他們其實肌肉沒什麼力量 也是有可能 但我們真的會 碰到比較多 身體很健全 的人 他會使用 然後就特別久 對沒錯 我很常碰到女生在那裡面化妝 然後不然就是 男生 大叔類型的 在裡面 繞腮 你說很不愧嗎 就是特別久 然後我們又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上 就是他們還有男側女側可以上 但是我們沒有 我們有一個選擇就是無障礙廁所 然後無障礙廁所 通常一個地方就只有一間 月初的時候發生了 在台中的一個 就是一中商圈那邊 一棟大樓裡面 上那個無障礙廁所 因為 一中那邊 其實 如果你有去逛 你會知道 就只有那棟大樓 他設有 那個無障礙廁所 因為我是做這個 膀胱罩樓 所以就是 簡單講就是接一個管子 然後會一個尿蛋 他都會爆掉 對 那通常我大概 七分滿的時候 我就會選擇去上廁所 我不會給他撐到八九分 然後我就一到現場 我發現他們是 上面是寫紅字 先等了兩分鐘 嗯 發現說 好像沒什麼動靜 然後我想說 我確認一下好了 我就敲一下門 就 欸 欸 裡面回敲喔 就在門口 開始居 等了十分鐘 嗯 我想說 欸其實十分鐘 真的是蠻久的 但是 因為我又不知道裡面的對象是誰 他有可能真的是行動不便的人 然後動作比較慢 所以要耗比較久 我也想說 會不會他怎麼了 嗯 對不對 所以我還是再敲一下 嘿 他又回敲 嗯 又有動靜 至少我確認 你人沒事 嘿 OK 然後我就在那邊去一等 然後等等等 其實這個時候 我 我已經發現 我的尿袋 已經從原本的七分 已經到 八點五分了 開始有點受不了 所以我又再敲了一次 都真的這樣對我朋友講 不會是男女生 在裡面幹嘛這樣 光等這個廁所 就等了二十五分 然後 突然間 門打開了 一對男女 他們穿的校服 是我高中的校服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 是 學弟妹 這樣 一對男女很快的 衝出來 然後離開 那男的臉還這樣子 很不爽這樣子 怎樣 很不爽這樣 出來 所以我就確定 他們肯定在裡面 就是 做了一些事情 我剛好那兩天都很衰 因為我 第二天也遇到 他可能又遇到 他真的很衰 我一回跟東哥說 你太衰 連續 兩天 然後因為第二天是 是那個 我女朋友 他 在我身旁 所以他等於說 他也目睹了這一切 目睹 就是一男一女 可是第二天 他們是 就不是學生啊 我覺得應該是社會人士 但是 我覺得第一天跟第二天的不同 是 大概等十分鐘 然後 第二個是 他出來的時候 看到我 他有跟我說一聲抱歉 我覺得那個感覺就是很多 把握公司 或者什麼公園的廁所 男女生一起出來 對 特別多 你有時候在外面還會聽到聲音 趕快走 趕快走 那個出來我不見得敢用 你知道嗎 我真的不懂 為什麼他們要在廁所裡面 然後他跳舞站在廁所 如果站在廁所 他們就會覺得 沒有人會去使用 不會跟他們敲門 然後男女生都可以進去 所以他們就會在裡面打 他們 你那時候遇到 然後出來看到你到那裡 說聲抱歉之類的嗎 大部分都不會講 因為他們都知道 就很尷尬 男生女生一起出來 肯定尷尬 通常第一件 無障在廁所變成 各位的免費泡房 不要再吳照一厕所里面打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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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druidas 裡面要打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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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好不好 custody бу他錢 你也沒有多少錢 一兩個小時的幾百塊而已 是... 沒有錢嗎 многие抱著腳心的心態 他可能第一次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覺得有沒有怎麼樣 對 然後就繼續做 然後 Case 說不知就剛好哪天 就遇到了震忍的需要的人 其實我還是要跟各位說耶 吳照一厕所 其實有些地方真的沒有很乾淨 廁所就是一個大家都會去用的地方 對啊 而且你有時候可能會怕說 會不會你們有裝一些有的沒的 就真空 對啊 所以我覺得做這種事情 其實真的是一個風險 對啊 我覺得大家還是真的啦 去開房間啦 花錢啦 對啦 有一個乾淨啊 舒適的空間 有隱私的空間 對啊 你還不用被敲門對不對 你時間還沒到 我還沒敲門 拜託不要再去 我們站在廁所 你就留給真的需要的人好不好 我有曾經碰過 真的好幾次是裡面 有人在換衣服 換衣服、換妝、化妝等等的都有 然後我印象深刻 反正我就是也是要去參加活動 喔這次不是一男一女喔 是兩個女生在移民 他們是在換衣服 但當然我們那時候在外面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我們也是等了特別久 至少也是20分鐘以上是有的 因為有時候真的也是怕裡面會有 那個一些比較不方便的使用者在裡面 當然不敢一直狂敲 吹注他啦 對對對 因為我們自己常使用 你知道那個 會有壓力啦 對會有一定的壓力在 所以我就自己大概隔了10分鐘 去敲一陣門敲一陣門 但是他們好像都沒有要出來 然後因為我們那時候 也在捷運站裡面 那隔音比較不好 我們就開始聽到裡面有 嘻嘻哈哈的聲音 有大笑的聲音啊 聊天的聲音都有 我們就這樣 兩個女生在裡面 我們就真的就受不了了 就急了 就趕快在敲敲敲敲敲 喔對方終於出來了 出來就是一個女生 穿在門口 然後說 呃不好意思 我朋友他拉肚子不舒服 你朋友拉肚子 你笑得那麼開心 對 那我想說 他笑得那麼開心是... 後來就是他們就默默地走出來 是兩個就是年輕人 對 但看起來是沒有 比較沒有什麼不方便 對 就是心動自如這樣 然後在裡面換衣服 就看得出來是在裡面換衣服化妝 因為整妝成一半 然後我們進去以後 呃 因為那間廁所剛好 好像是先打掃過的 對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的衛生紙 但我們不是特別要去看 這樣很像變態 只是我們廁所玩 看就是會丟垃圾 丟垃圾還是會看到啊 就沒有看到任何的那個衛生紙痕跡 就有一些 啊有來有那個化妝品 的痕跡 用衛生紙的那個痕跡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火 你就可以確定 他們就是在裡面化妝 對 他們就是在裡面化妝 所以我覺得還蠻不高興 我覺得人都有急的時候 或者是真的有不方便的時候 但是像這種狀況 你在裡面呆褲也久 又嘻嘻哈哈的 然後我們這些真的有需要去使用 這些無障礙廁所的人在外面等 其實說真的也不是很開心 你的方便已經做成變成的不便了